众所周知,蒋介石统治大陆期间,共有四大家族分别为蒋中正家族,宋子文家族,孔湘西家族和陈立夫,陈果夫家族,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最为出名,被人称为民国第一家族,民国时期战乱年代宋氏不仅家大业大,儿子蒸汽还养出三朵金花,宋爱玲,宋庆玲和宋美玲。 宋爱玲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孔祥西,至此,孔宋联姻。宋庆玲嫁给三民主义之父孙中山先生,是全国最尊敬的第一夫人,而小女儿宋美玲嫁给了后来的国民党老大蒋介石,是继宋庆玲之后的第二位夫人。 那宋美玲嫁给蒋介石之前,蒋介石一直没去,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蒋介石也是风流之辈,沾花惹草的是没少干。 十六七岁的时候,蒋介石就给家里惹了不小麻烦,不,是个省油的等。 俗话说,男人先成家,后立业,于是家里就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。 虽然蒋介石极力反对,但是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。 去了家里给介绍的毛福梅,她对这个媳妇很不喜欢,完全是为了让家里人消停。 不过毛福梅对蒋介石百般照顾,不像媳妇,反而是像母亲。 年轻的蒋介石不忍心一辈子窝在村里,于是来到上海讨生计。 由于她干活勤快又颜色,很快便得到赏识。 从勤务宾开始慢慢成为孙中山先生,的左膀右臂。 有了权力以后,蒋介石经常与同事一块喝花酒。 时间久了,一个身姿绰约的少妇走进了她的视线。 她就是姚野诚,一个有夫之妇。 相对于毛福梅的没有情调,姚野诚深知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。 她虽然已婚,但是身段和容貌比起少女更加妩媚动人。 蒋介石趁着酒禁抱住姚野诚,女人象征性地拒绝了一下,最终还是跟着蒋介石进了屋子。 姚野诚知道蒋介石是国民党大佬,有权力有钱,自己跟着他肯定吃不了亏。 蒋介石沉浸在温柔乡,为了正大光明地与姚野诚在一起,他差人给姚野诚的丈夫送了一大笔钱。 本身是独成瘾的男人,一看自己老婆能卖钱。 立马同意了,蒋介石纳了姚野诚为妻,但是家里的毛福梅他休不得。 此时他们已经有了儿子,家里的老人很是喜欢这个毛福梅儿媳妇,自然对姚野诚不满。 姚野诚也不是善茶,经常要求蒋介石给他实实在在的名分。 蒋介石随着权力的增长,身边的莺莺艳艳艳不断慢慢,对蛮横无礼的姚野诚失去耐心。 他经常不回家,回家以后二人便争吵不断。 比起毛福梅的低眉顺眼,姚野诚显得有点嚣张跋扈。 直到蒋介石新目标的出现,姚野诚彻底成为过去世。 一日蒋介石去拜访上海富商张静江,碰巧美少女陈杰如也在。 当穿着雪白连衣裙,披着长发,肤如宁枝。 先要不赢一窝的少女从自己身边走过的时候,蒋介石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少女。 张静江看出蒋介石的意思,但陈杰如是他好友的女儿,他断然不敢贸然做主。 于是假装看不见,蒋介石犯后借机想送陈杰如回去,顺便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。 少女看着年龄与父亲相仿的蒋介石不知该说什么好。 听张叔叔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大佬已经有了家事。 陈杰如心里虽有几分爱慕,但是情窦初开的他不敢自行做主。 思索再三便委婉拒绝了蒋介石。 蒋介石只能不断地追求,两年之后,臣父病亡。 蒋介石觉得机会来了,他借机会去陈家,表明来意陈母一介女流。 蒋介石没几句话就搞定了未来的丈母娘。 于是,15岁的陈杰如于1921年嫁给了蒋介石。 年龄对于爱情来说,不是问题,二人结婚以后,相敬如宾。 陈杰如受过良好的教育,浑身散发着高贵的气质。 所以,蒋介石走到哪儿都喜欢带着陈杰如。 中国有句古话,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。 蒋介石虽然娶了一个小娇妻,可是行为并没有收敛。 陈杰如知道男人三妻四妾也是正常。 他同情毛福梅,于是每次对毛福梅都很客气。 这一点让蒋介石很满意。 都说婚姻有保鲜妻,对于花心的蒋介石更是。 蒋介石与陈杰如安稳稳地度过七年后, 他在一次酒会中认识了宋家小女儿宋美龄, 从此日思夜想。 但是当时,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都不足以匹配宋氏家族。 蒋介石心想他若是娶到宋美龄, 这将是自己政治生涯最划算的一笔买卖。 首先,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。 若是攀上这一层关系, 蒋介石与孙中山会更进一步。 第二,如此家人学识广泛, 通情达理,自信大方。 关键,貌美如花。 高贵至极, 蒋介石村里出来的, 怎不想娶一个高贵的媳妇。 蒋介石算盘打得响, 随即就行动起来, 对宋美龄展开追求完全忘记家里的陈杰如。 陈杰如因为蒋介石的行为感到万分悲伤。 当他质问蒋介石的时候, 他总是说这是为了自己的虔诚, 让陈杰如的气无处可发。 蒋介石追宋美龄, 但是宋氏却看不上这个土气的国民党将领, 直到孙中山去世, 实权到了蒋介石手里。 此时经常混迹政界的宋矮龄发现, 蒋介石今非昔比若是想巩固宋氏家族, 那么蒋介石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于是宋矮龄主动出面作美, 劝宋美龄接受蒋介石。 宋美龄曾经说过, 我最羡慕二姐,可以成为众人敬仰的第一夫人, 我日后也要像二姐一样,做第一夫人。 宋爱玲抓住妹妹的心劝说道, 能让你成为第一夫人的只有蒋介石, 你要抓住机会。 宋美龄有自己的骄傲, 想到蒋介石已经有了三房妻子, 自己就过不去心里的砍, 于是她扔下狠话, 什么时间处理好你的家事, 什么时间再来找我。 蒋介石眼看白天鹅就要攀上, 马不停蹄地回家处理家事。 第一, 毛福没离婚不离家, 继续照顾儿子。 第二, 姚野城, 给了她一大笔安家费, 赶她回了老家。 第三, 陈杰如她最为愧疚的, 她请来岳母规劝并答应日后自己稳固以后, 会赢回陈杰如, 就这样, 陈杰如被送出国。 家事处理好了, 担心宋美玲反悔, 蒋介石迅速赶赴宋家提亲。 宋美玲被蒋介石的诚意感动了, 答应了她的求婚, 于是二人在上海滩完成了世纪婚礼, 不久, 宋美玲成了第一夫人完成自己的夙愿, 而蒋介石也获得宋氏家族的支持。 恋爱的时候都是美好的, 但是一旦结了婚, 日日住在一起, 双方的缺点便会暴露无遗。 宋美玲是极端的完美主义者, 从小便被当成公主养着, 不像蒋介石粗鄙不堪, 带着浓浓的土气, 二人从吃饭到穿着都能干上一仗, 但是政治联姻只有有利益在就要绑在一起。 宋美玲自然知道这个道理, 于是吵得厉害的时候, 她就跑去大姐家住断时间。 蒋介石每次都会打电话给宋矮玲, 让大姐传达自己的不是, 劝宋美玲回来, 总之每次都是甜言蜜语。 蒋介石心里也清楚, 宋美玲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妻子精通外语在自己与老外打交道的时候, 每次都是宋美玲当自己的翻译。 宋美玲处事的方法和态度让蒋介石佩服, 她经常毫不避讳地当着朋友, 和下属的面夸自己的妻子。 我妻宋美玲与我而言是妻子也是盟友, 幸而有她。 有一次二人因为政治意见不同, 二人又大吵一架。 宋美玲夫妻离开, 但是等了半月, 仍不见蒋介石前来请人。 宋矮玲通过身边朋友打听才得知, 最近蒋介石老是往陈丽夫家跑, 每次都春光满面。 宋矮玲气愤地将此事告诉了宋美玲, 由于情绪激动, 她对蒋介石破口大骂, 后悔当初听信了蒋介石对婚姻忠贞的誓言, 才劝小妹嫁给蒋介石。 宋美玲明白了姐姐的好意, 她并没有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, 反而安慰姐姐, 没什么,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 随后宋美玲立即安排眼线, 找出了蒋介石偷心的证据, 她就是陈丽夫的侄女陈颖。 宋美玲没有直接找陈颖大吵大闹, 而是让人约她见个面, 在陈丽夫和戴丽的安排下, 陈颖此事已是蒋介石的贴身秘书, 不过只是表面上的工作秘书, 其实是蒋介石进屋藏胶的小情人, 宋美玲派人来约自己。 陈颖心里知道她与蒋介石的事情, 肯定已经盖不住了。 对于蒋介石在自己眼皮底下出轨秘书, 宋美玲是如何处置的? 是杀人灭口? 是出口威胁打骂? 都不是。 据陈颖晚年在自己的传记中披露, 宋美玲与她见面后, 像拉家长一般聊了一些日常生活, 谈了谈彼此的人生理想和未来的打算, 最后宋美玲心平气和地对陈颖说, 小陈,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, 为了长远发展, 我建议你赴国外进修。 这里是五十万支票, 足够你在美国生活了。 她让手下递给她一张五十万美金的支票, 陈颖本还想掩饰一番, 夫人, 我是哪里做得不好吗? 宋美玲放下手里的报纸, 她给你承诺了吗? 她能离开宋家吗? 你除了年轻, 能给她什么? 除了你, 还有下一个陈颖,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, 自然明白我的规劝。 陈颖思索再三接过支票, 没有争吵, 没有闹腾, 还忘不了感谢夫人。 转身而去, 自此像是人间蒸发, 从蒋介石面前消失了。 宋美玲评级自己的睿智和高情商, 并不屑任成功劝退丈夫的情人,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典范。 而蒋介石日日想着自己的小秘书, 却连人影见不着, 宋美玲也不藏着掖着, 直接给了一句回复, 我给了她五十万美金出国了, 蒋介石知道自己理亏, 没有追究, 不管怎样, 二人还是要继续过日子, 正如宋美玲规劝陈颖, 就算没有你还有另外的女孩, 但是宋美玲并不在乎, 政治联姻本来就是各取所需, 她有的是资本, 而蒋介石也为自己的风流付出了代价, 据说晚年深受梅毒折磨苦不堪言, 这或许算是一种惩罚吧。